美国国会加大对总统特朗普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和与俄罗斯分享情报的调查力度 受动荡争取的影响 美国股市美元和国债收益率全部下滑 隔夜股市大幅下跌 道琼斯指数大跌373点 连累亚太股市也跟着跳水 东京股市下跌1.3% 美国股市结束几个星期来的稳定走势 隔夜跳水 道琼斯指数跌373点 跌幅达1.7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达到历史新高的隔天就下跌2.6% 报6011点 投资者担心特朗普的亲商议程可能受国会调查的影响 认为他遭弹劾的几率增加 因而纷纷抛盘 银行类股遭重挫 美国银行和摩根施丹利分别下跌约6% 东京日经指数跌261点爆19553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7点 本地海峡时报指数早盘一度跌破3200点关口 银行股领跌 闭市时报3222点下跌2.44点